福音科技大学艺术副教授郑碧舟先生 受邀来到女为黄世一郎 举行心中的乐个人作品展 有时候你看看它的变化 其实是很有思义的 尤其各位都待在异国 那看看总会想到家乡 同样的名乐 可是表现的那个 每个人看的氛围跟情绪 其实是很大的差别 那也有点怀乡的感觉吧 他表示 他尽力以古典传统的油画绘画手法 用以今日的创作思维 表现对传统文化的重温和再现新貌 我觉得是看老师的话 给我的感觉就是停下脚步 在忙碌的生活中 一切都不重要 有时候你看看月亮 然后是想想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自己的回忆这样子 展览将从2月3号展出到2月22号